其實這個Designer也是我的YouTuber朋友 裡面就會看到Timbee親自設計的衣服和衣服 我看就知道Design的東西了 這個很漂亮 夏華街市 立刻拉的 做的時候會有一股油的 甜甜的醬油 我喜歡的 為什麼要來到澳門吃牛雜呢? 鵬蔔好吃 它沒有吃 很甜 它不是那些萬年的牛腩汁 皮比較像中厚 多奶味 還要是免費 很多料 嘗嘗它這個蜆 整個都是酸 哎呀我丟下去了 不是那個主人嗎? 哈哈哈哈 早安 那現在我們的Day 2就在澳門 我們現在在關閘那裡 正在去找16台巴士 因為我們第一站先去吃普西 星期六的澳門超熱鬧 我想起碼要半個小時 然後旁邊有一條隊去什麼? 去威尼斯人要排60分鐘 我給大家看 好甜 因為這裡有很多人 有兩宗打尖的事件 所以希望觀眾看到 如果被人打尖 就大聲說 不要被人欺負到 剛剛在關閘 就出來了 我們現在去下環街市 下環街市可以搭發財車 發財車是16毫的車 大概25至30分鐘 它上來有支飛仔 是給我們換奶茶 送過奶茶 記得claim 大家免費奶茶 有誠意過平時 我們去其他賭場的奶茶 我覺得 多謝每一位觀眾 已經過了6千訂閱 記得訂閱 留言讚好 響小鈴鐺 有身邊出去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現在走過去吧 這區我想我是五隻手指都熟了 通常澳門都是去銀河那些 所以這裡比較少 由16毫走過來大概15分鐘 就到下環街市 現在都12點鐘 希望沒有那麼多人 因為我都不太熟 下環這區 我們到了下環街市 來到下環街市的第一餐 我就試試 我試試這個 因為這個餅餅是10元的紅豆餅 會不會太甜 你開始吃 這個真的超出名 但是沒什麼人放位 紅豆不甜 而且裡面皮比較像中厚 兩間店 一個是下環街 15號A店 一個在食中心 它的紅豆蓉 磨得很碎 我暫時沒有吃到紅豆粒 好像叮噹的 豆沙包那些餡 但是不甜 其實它是煎過的焦脆感 整片都是很中立的 16號的奶茶 試試奶茶小甜 多奶味 還要免費 試一下蔥花腸 來的時候要等 我們都等了大概8至10分鐘 立刻拉的 做的時候它會有一層油 幾個想像中沒有那麼滑 香港的蔥花腸粉 我就覺得滑一些 我會吃到蝦米 甜甜的醬油 我喜歡的 加什麼醬呢 可以選擇的 甜醬 豉油 芝麻等等 可以調整的 很多觀眾經常見到我到處吃好西 表示很羨慕 其實拍飲食片越來越多 經常出街吃飯 還要吃自助餐 火鍋 韓燒 飲食那些 多肉多海鮮 加上自己又喜歡飲酒 酒鬼上身 沒有自製的休息習慣 很容易引起尿酸超標的問題 記得有一招起床 腳趾的關節位突然間很痛 又紅又腫 才會以為是尿酸的問題 最痛的時候 走路逼逼逼逼逼 一觸碰地 就痛到像鼻針疾一樣 現在想起都很痛 朋友就介紹我吃這隻 樂道的尿酸通 成分天然 例如黑櫻桃 芹菜籽 青木瓜 等等 沒有西藥副作用 結合四大功效 全面針對尿酸問題 它可以促進尿酸代謝 降尿酸水平 阻止尿酸合成 同時修補軟骨組織 吃了樂道尿酸通半年 關節沒有再紅腫 沒有再痛 現在已經沒有再復發 老爸和CAMMAN都有尿酸問題 他們都說吃了 有明顯的改善 是VILSING 已推薦給注意尿酸問題的觀眾 去到萬寧就可以買了 這碗淨油雜60元 比我想像中便宜 如果60元 那麼多 我又覺得OK 因為我們沒有叫麵 來到這裏做的資料售雜 小龍需要這碗 8幾元 吃牛雜來說 最重要看它的蘿蔔有沒有渣 看上去都挺精型的 像是關東煮 蘿蔔好吃 它沒有渣 很甜 那種甜味是高湯的甜味 很重要是 像日本的大筋那種甜味 吃起來是很軟 這個是 我是很少見到這麼厚的牛排葉 頭頭尾味 因為通常都是像火鍋那種 我怕很硬 硬 不是很入味 先吃個肺 因為我平時不是很吃肺 但這個肺很虛 口實是軟 我覺得來到一定要吃東西 看我的人龍排隊 初初很多歐咀 為什麼要來到澳門吃牛雜呢 牛腸都OK的 容易照的 都是那句 醬汁可以濃一點 因為它暫時不太入味 它不是那些萬年的牛腩汁 我和朋友都覺得香港有些更好吃 鳥加牛雜好吃 我覺得 這個海鮮麵是40元 試試湯頭 普通的粉麵湯 很多材料 試試這個蜆 它是甜味 還有有一陣蒜味 最重要是沒有沙 真的有一陣鮮甜味 我反而很推介吃蜆 而且我很喜歡那個蒜味 因為我很喜歡吃蒜 觀眾可以看一下它這個 整個都是蒜在蜆那裡 其實很棒 什麼我丟下去 不是那個主人 你丟得好 你拿麵的時候 就自己放些配料 我喜歡吃蒜 看大家放些蒜 嗯 真棒 它的菜寶是三小 它沒有香港18座的那種 那麼辣 香港的那種是中辣 但是菜寶覺得辣菜寶很好吃 下去都是精髓 很香 油蔥很好吃 吃點蔥油餅 你感覺 這碗有兩隻蝦 試其他一隻 它的蝦都挺爽 但是我覺得這裡是街市 好像有朋友說 下面拿料 是新鮮的 試試蜷魚球 這個就在不知道哪間店買 不是很實 有些好像豆腐釀進去 老少平安的感覺 沒有胡椒粉味 接著吃它這個糕 所有糕都是四元 我差不多去竹鋪不會吃這些 現在很少 是不是 不是很適合我吃 我覺得很乾 其實你喜歡就喜歡 好像馬拉糕那些 但是吃一下 可能五秒十秒之後 是甜味的 我喜歡吃鬆糕 他說OK 試吃粥鋪的白糖糕 這個是九層糕 現在目測超過九層 它不是很甜 所以我不是吃到 有些什麼味道 口味像 蔗糖 煙韌的 它很划算 吃什麼吃到你飽 我跟我說 你看看 我根本吃不到 其實它一件 沒有一件那麼厚 你想想 現在就吃個紅豆糕 很普通 你覺得嗎 紅豆糕不甜 是普通的 剛才我想說 這個我跟大家說 是吃不到紅豆粒的 但是紅豆糕 就有紅豆粒在裡面 口感的質感 紅豆糕的味道 比這個 但這個就比紅豆糕 比紅豆糕 好了 來到這裡 現在下午1點鐘 是超多人的 推薦大家來這裡 試一下 40塊的粉 腸粉也可以 牛雜也可以 很多東西都是中品 因為其實香港的食物都不差 真實吃 平常說什麼都可以 看食物的 吃得很飽 我現在吃完東西 我們要下一集 Let's go 我們剛才坐了半小時 馬斯來這裡 疫情之後 還沒來過 倫敦人 這裡比我相中大 這麼啡 比我相中啡 很多打卡位說 澳門的酒店 越出越漂亮 澳門其實很多香港人都來 好厲害 那就是我的巴士 這裡進不了 這裡進不了 第二個打卡點 就是這個站 有個電腦 很多人拍的 在那個站後面 沒有人拍的 倫敦人有很多名店 但我興趣不大 但有很多打卡位 這個噴泉 我覺得很歐綠色 雖然沒去過倫敦 但這個路 真的比我想中美 還會遇到有職員 穿上英國皇家衛兵的衣服 挺有趣的 我想那天做一個Tea 就會有Alice in Wonderland 這個Theme的一些Tea 和一些茶杯 都挺漂亮的 因為我去的時候 就復活節 就會有一系列的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 杯杯碟碟 和復活蛋 去買的 挺漂亮的 這次來到澳門 都想專程探討朋友仔 在澳門巴黎人開的Select Shop 他在這間Shop裡面 其中一個Designer 所以專門在澳門開幕 我一定要支持他 其實是一個Designer 也是我的YouTuber朋友 我覺得一定要支持他 所以都跟我的觀眾宣傳一下 他就叫做窮遊大人TinB 在裡面就會見到TinB 親自設計的衣服和衣服 我一看就知道設計的東西 因為經常看到 他做的東西很有趣 而且我很欣賞他 很多東西都在衣服 我經常見到他IG都有貼圖 很可愛 這個也很漂亮 我的朋友一拿上手 挺漂亮 他做得很精細 TinB 製衣服很漂亮 那大家來澳門就記得來這裡 我鋪回地址在Infobox那裡 好可愛喔這個 他很喜歡用BB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喜歡BB TinB除了有Accessory之後 他還有Designer的衣服 他這衣服漂亮的 不過不是我這尺寸的 後來我問他 原來他這套衣服都是Unicex 男女都可以穿的 所以是偏小馬 如果觀眾像我這樣 因為我是做開大馬 那我就要TinB 量身訂造 去特別製造 用多瘦才能穿到 TinB 這套全黑這樣搭有多漂亮 而且會顯得高和瘦 正啊 下一集會再帶大家去澳門資料的下半集 來到這裡是限定的澳門市集 好多東西看好多東西試吃啊 還有是很久沒試過的澳門正宗蒲國菜啊 想吃蒲國餐的你 原來這裡是要訂位的 這個資訊大家一定要知道 吃飽飽之後呢 就會跟大家走這個空宮夜市 這個夜市呢 就是在澳門weekend才有的 所以超特別的 那麼多資訊 大家不要走開啊 下集記得繼續看我啦 大家記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ollow我的Facebook IG 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不會逢星期五都會出片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